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音量日月最常生 可惜天理难分平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量寿 妙至圣 王残老祖 南无无量寿 妙至圣 王残老祖 国业为行圣教 一经大学大凡事 所有前世同修代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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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第三节 继续来为各位谈节 田教 乌教 处教 妙教 妙教 哦 这个问题多罗魂 那是外在的 内在的 你的办公桌的桌角 床头的 床脚 跪脚 床头跪脚 我这么多年来 我正到的结果 比如一个房间这样 他的床位 这里 床头 头睡在这边 这该不能头痛 墙脚 来射进 床头 弄头痛 从我 三十几年前到高雄 有某一位企业家的老婆 他他听着听着 听着呢 我正不合 照片全国的医生 也无效 电脑断层 听着 当壁画 低调的处理 弄人头 当头 的照片 X光片 往里头就很奇怪 又说我这头痛 他老婆就痛 痛的不得了 我靈感一来直觉 你的床位有问题 我就到他的卧室里面 好 去看他的床 床头这边 装潢起来 这边也是装潢起来 两边的柜子脚 都吓着头 吓着头 老婆 老公就躺不去 另外去躺外面 他说你 问题出在这个墙角 墙角 他问了怎么办 很简单吧 你床 脱出来 床脱出来 这样就好了 后面 你要面部什么都可以 把它垫起来 你睡在这里 那就好了 很快脱出来 那天晚上头就没有痛 第二天没有痛 一个礼拜也都没有痛 所以就到 台中五前五阶 经修院来找我 他说 似乎啊 我老婆 找遍全台湾的名医 头痛都没有效 只有找到 你这个天医 才有效 天医开什么药方 把床拉出来 睡了 好了 以后 我一个正道 反之去看人家的住家 头痛 就是床头有问题 不然就冲错手 如果是 这边是错手 床头冲错手 也是头痛 高血压 脊椎 开始变形 你再怎么要都没有效 就现代文明病 好你们回家看你们自己的床位 所以要厕所比较近 方便的就排在 头的旁边 最快 要躲 要老 都很方便 走会去 接着风水学 掌握 人的平安 他曾经 我们二代 师兄 阿姨 在床位 睡在这 睡在这里 他一年开刀 四处五处 三处 三处 到处是压缸 红的针线 这 腹部 开刀 身上开刀 他读我们第二届 听到我讲了 哦 等于怕 赶快这里 用房子封起来 那是台湾的病 英国成功妙的生 风水来 他能够从这里进去 稳下来了 两年都没有开刀 第三年 我到他家里去看 到他的床 卧室去看 他说 师傅 原来他是怎么样 我说你那个 这边的措手 我们对着你的身体 你不开刀才怪 因为我一天开了 一年 一年开了四次 五次 开一开 发现找不到病 走过体都回来了 我们这一位师兄 就马师兄 马南邦师兄 用他的受身 牺牺牲 受相 来做 风水学的 见证 正道 所以今后 我遇到 有人要看房子 我一定要去看他的卧室 看他的床位 还有一个 我们的师兄 我们的师兄 你流产几个啊 流产几个 想你怎么要问 不过我要问什么 我都知道你这个要流产啊 流产六个啊 很伟大 所以每次我在要法会 久久法会 或是水路法会 为小孩子 这个英灵 取名字 最多十一个 凶薄呢 这个身体 没有派 那也奇怪 但是都流不掉 一怀孕 没多久就流产了 我们的师兄 把我们这个师兄 他就是困了呢 太太的胆 向他 措手 套房的门 这样来 撒气 直接冲到肚子里面 所以孩子 流产六个 到那个时候 连一个也没有孩子 连一个也没有 我说你赶快把他移过去嘛 移过去就好了 把他移过去就好了 输那么简单 没必要有困难 我给你说简单的 你说一日没路由 你要听那些月三月四月才有路由 你这个措手 面顶 问那个 钓一个 山海镇 你要赠谁 妖言惑众 这地理师 他的诀窍 老鼠传的法文 一句话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人转要有智慧 才能转 这是我们的口诀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人要转 要有智慧 才能转 这趋吉避凶的口诀嘛 这个是厕所门 来对的 这个例子太多 我相信同修 你也有人 现在厕所门 对到你的床头旁边 要上厕所比较方便 络跑它比较方便 往往 走不浮啊 这个我们要注意 所以 田脚 乌脚 妙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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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厉害 妙的脚 无论你在这里 对着妙的脚 或是在这里 对着妙的脚 或是在这里 对着妙的脚 这非常的 严重 你对着这个脚 中间的妙的脚 心脏病 你记得好 他心中悲 对着 右边 对着妙的出来 这个脚 会中风 这个 也是会流产 复病 这边 复病 这边是中风 心脏病 够有千秋 够有药灵 这边是台湾的病 应不成功 妙的生 妙也没有错 人也没有错 就人的福报问题 所以妙的旁边 因为那是风水的问题 这个也是火星 这样起来是火星 这是火星 这个也是火星 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屋角 你们去看风水 要注意 他的屋后 这个屋子后面 人家滴水 滴进来 把你的房子在这里 面向这里 在这个伤脑 伤脑精 全家 孩子 孩子 大人 小孩 怪病 连连 有好 如果 你要看 你看 你的家 你要看 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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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屋子 屋檐 滴水 滴到 我们的后脑来 把这家的孩子 会有意外之灾 莫可奈何啊 所以风水学的问题 太多说也说不完 刚才袁平法师 问我下个礼拜五 要哪里上课 我说到巴德啊 不然我要去哪里 还是巴德 巴德不要我了 我还是回到大湾寺来 我还是要讲 不讲 还是要讲 把风水学 很多问题把它讲完 刚才我们摄影师 同修 我都说 叔叔啊 两岁三十足 说完了 还早呢 还早呢 再讲十年 也讲过完 所以 很多问题 都是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要注意 要注意 现在的住家 环境周围一直在改变 不是只要盖起来 就是拆掉 还有的没有拆掉 像我们一位师兄 那房子这样 路这样 对面一栋房子 一拆掉 拆掉 没有完全拆掉 拆掉 触定 拆掉 就没有住了 没有住了 前面家乱七八糟 树啦 潮啦 乱七八糟 这一家呢 我们的师兄呢 百事不顺 什么都不顺 从事建设的 照大理要赚大钱 结果赚到最后都亏本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去看 我是你前面 这一栋 破均 年增 又是入存 路存 劫财 年增 阴阳不一 阴阳不定 破均 官司 破财 这三项你都有 你很厉害 我 你呢 把我穿起 他说 师父啊 别人的房子 我管他的 嘿嘿嘿 我在这就看出 这三项 災烂你都要有 破财 官司 遇到人 变化不一 这种人 你都三项都遇到 很欢迎 师父 我就要靠出来 活该 靠死了 自私自利 听着就说 佛该 自私自利 弄下来 老师 你是 夫师父 你怎么说 我是自私自利 再加上 你没有智慧 还决公 没智慧 话 妈妈好 要出来了 靠死了 有时候 我们要看人家哭 哭的快半十 才高兴 因为要度他 不再要度不了 我来花一点钱 请人家来帮忙帮他整理 然后把那栋房子种一些花草 调上一些草 一个月最多花一万块钱 那划不来吗 划都来 划都来 很快就请人家去整理 三四天就整理好了 该游戏再帮他 帮他游戏 墙上屋内屋外 帮他调个花篮 再过一个多月我去了 看的话 这栋房子 好美哦 你每天在这里欣赏 这栋的美能美奂的房子不是很好吗 要输啊 我最近卖了三栋房子 三栋的房子卖的也很好 价钱卖的不错 就是这样 所以改变环境要自己改嘛 不要愿人盖嘛 愿人盖 没完没了耶 听不懂 所以家里周围的环境 扩着别人的外在的不好环境 是影响我们 所以这个叫我们老祖开宿的 蛇就会得 先舍 后得 先思 后得 这起一个口诀 你们帮人忙 看到周围没有人住的 破铜烂铁很多 你就鼓励 帮他捡一捡 扫一扫 每天 或是甚至几天 扫一次 周围好环境 就是好地理啊 所以我们风水学 是周围环境的美化 非常重要 周围环境 被破坏掉了 你的房子再好 也没有用 这么多年来 我正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天有没有 我一讲 将近二十年 我到大陆 我到大陆 莆田 一个广化寺 去那边拜佛 我一看一看 他的龙边 一个龙沙很漂亮 结果被当地政府 挖去开发 挖掉了 斩断了 网工啊 法师啊 你这个庙 是 开始要拜 他说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几年 他一直 冷落下去 信徒 也不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你们没有研究 没有我们佛教没有研究 这个外道的事 我告诉你 外道才能救你啊 你不要自圆你自私内道啊 你的龙边 那被斩断了 龙斩断了 你就会伤到 而佛 不讲话 菩萨 多嘴佛 那菩萨 也不会跟你告诉说 你那个 被斩断了 众生都 菩萨的众生 就让你们 好好地检讨 所以那一位 住属法师 就很 感恩了 希望我跟他 提个方式 来化解 我说我回台湾 我慢慢想 想看看 我再告诉你 我现在一想就二十年 五节啦 斩灯 五节啊 无解啊 而且 那个是 每年 每隔好几年就火烧 火烧庙 把你走 再怎么样的 修法 还是 无济 以示 在风水学 的奥秘 不可说 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 谁用口来说的 不可用想的 不可拿出来 用讨论的 叫做不可思议 不可说 不可用水 可以讲清楚的 需要去正当 那有人问我说 婚人 师傅 你用什么方法 会结这么多人的缘 我说不可说 不可说 你们那么多的 信众地址 不可思议啊 又没有结论 那么你们 是不是也不可说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 以信出发 以信出发 是不可说 他不可思议 他不可思议 以信出发 信在哪里 立他 所以我们立他的法文 大家平安嘛 大家平安了 是不可说 也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在开始 行道的时候 很多 善诸士 来问我 问我说 张老师 你的教育 修行的 宗族在哪里 目标在哪里 我说 大家平安嘛 立他 大家平安 有可能 大家平安吗 我说 有 我有这个把握 我用心 让大家平安 那么你今天 开始 跟我不认识 那么你今天 为什么 紧抓着我 这么 紧呢 因为我好像 跟着你 家里很平安 小孩子也很 上进 老婆 也很 扶持我 那这不是平安吗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 宗族目标 这位老板啊 我说 书 你的理念太好 能不能传 更多的人 我说 会 我传更多的人的 理念一致 老祖开示 理念一致 是先天下 太平的 供多本 这些台湾一致 愿不信公苗一致 我要以此来奉送给各位 把大家心所想念一致理念 就是心念 合一 就是利他 我很高兴 我们的弟子都有利他的 这个训练 你有利他 你一定会得到隆天富华 来扶持你 没有利他 只想我学学 要帮人看房子 算平的 一平要多少钱 合起来 多少钱 才愿意去看 这不是利他 你先求利己 利己 这拜也 搞清楚 有问题 找我们的 都是我们多生的父母 或是多生的恩人 那我们还在 跟他们计较 一方块 一平方 多少钱 算起来 现在三十几平 四十平 也要好几十万 也要好几十万 你是先利己 一方极肉世界 净土的世界 你没有办法 带着你的 多生父母 带着你的 冤心债主 一起回归到 极肉世界 农天净土 解脱 修行啊 这是我们一般受贿 众生的 最大的缺点 我不希望 我们法文的同修 有这一种 受贿的漏习 坏习惯 欺骗众生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要求 我们大凡市 新的住持 援朝法师 你要带着同修 大家一起来努力 做利他 的修行 那你的功德无量 大家也功德 带着大家 一起来做功德 所以 我再怎么辛苦 看到同修你们 这么热心 要来接法 我很感动 也很心安 你们大师兄 也会很心安的 你们大师兄 心心苦苦 一个人闯天下 在这里 见识 立庙 来广纳 贤者 广纳各位 在这里 安安心心的接法 修行 带回去 用在你的 亲朋好友 能够帮亲朋好友 解除困难 那你的功德无量 你就是王残老祖的 圣孙 法孙 和 化孙 三孙 其一生 就是佛孙 各位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希望 祝福 圆巢 法师 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成佛 大家一起来正道成佛 走天下 太平啊 要天下太平 只有要是行 知了 要行 要正道 行道 宏道 例行王残老祖 所传的法文 我们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各位都功德天 不可限量 所以今天 我们在 五月五 正气开天 接近圆满的时候 的法会 以这些 心里的话 来勉励各位同修 大家好好 一起成道 一起成佛 这我才不会 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你们的祖先 希望大家有所觉悟 好好心存正念 行正道 走天下太平的本愿 将可实现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